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22面 我们上一谈课讲到隐医 弃着就轻 那么佛陀在前面的经文当中呢 说我们身心世界 是同时存在两种的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一个五印 所成就的一种五卓的相状 这个是一种表层的心事 第二个是他内在的体性 也同时存在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 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 那么我们面对一个生灭的五卓相 跟不生灭的本性应该怎么办呢 佛陀说要一不生灭延战性陈 就是你刚开始在修学的那一念心 你的依止点是依止不生灭性 所以刚开始就是先找到你的生命的依止处 那么接下来在以战旋旗 希望面神 互还原觉 然后再用这个不生灭的本性 用空甲中三观来旋转这个希望性 来慢慢的恢复 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就讲到我们内心当中 整个守嫩人王三昧的两大宗旨 第一个 一个一 一个玄 首先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安住 我们讲阴和阴住 就是你要把这个身心世界当中 找到那个不生灭性 把它安住下来 你看古人他常说 他开悟以后他说 哎呀我终于找到我的歇脚处了 像那个赵州禅师的八十岁 你看赵州八十有行脚啊 为什么呢 只为心头为巧人 所以赵州禅师去行脚的时候啊 有一个禅师就喝着他 说老老大大 银河还无住处 你年纪这么大的 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地方安住下来 还在那边跑 他的住处不是说 外面啊我住一个小毛孔 那个不是住处 就是你内心中中 怎么还找不到家呢 老老大大 银河尚无住处 所以我们那年经就是说呢 在整个生命的流转当中 你找到一个安全的家 然后你可以住下来 就是一个依子不生命心 为本秀仪 但住下来不是大事已办啊 你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希望的力量 要去消灭他的 所以要悬 就是银河降伏其心啊 用空甲中山关 来旋转这个希望的力量 所以你要掌握一个依掌握一个弦 这两个字你就知道怎么修行 你就有资格闭关了 古人说啊 在闭关当中啊 官横提起来的时候 古德讲四个句宋 说念念照常理啊 心心习患成 骗官诸法性 无假亦无诚 所以你看闭关的人 他内心当中啊 他不管是金刑拜佛 吃饭睡觉 他的心是回关缓照 照料他的亲近本性 就先安住下来 然后呢 安住不是没有事啊 心心习患成 用空甲中山关 来对视自己过去的习气 那么骗官诸法性 无假亦无真 事件上没有所谓的对错 没有好坏 你回归到 正式功夫提起来的人 他没有事会可言 这个回关缓照啊 是这样子啊 我们回关缓照 才能够看到 生命的全貌 目的在这里 有一个大学教授啊 他教美术的 那么这个新生进来啊 进到美术系以后啊 这老教授啊 第一堂课啊 他说我们今天学画画 首先要知道一个观念 他拿一张很大的白纸 老教授上面点了一个点 问所有学生 你们看到什么 所有学生都说 我们看到一个黑点 教授说 这张白纸有99%空白的 你们只看到黑的那一点 你们这样子 不可能做一个美好的美术 美术的这个艺术学者 这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往往的失去了 生命的绝大部分的心性 而只是追求 生命当中某一个点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追求这个黑点 结果你不能掌握大局 我相信很多人 有闭关经验的 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 也不觉得五印身心的可怕 但是你一开始射心的时候 五印开始反弹 一定反弹 你看后面那个五十阴谋 射印有十种阴谋 受印有十种阴谋 乃至于受小心事 各有十种阴谋 各种五十阴谋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 你开始对峙他的时候 那他就开始抗拒你 所以你看你越对峙 烦恼越重 你平常拜一百拜的时候 你不觉得 你要是一天 开始拜一千拜的时候 你一到拜佛时间 就非常讨厌 有时候不想拜佛 有时候不想念佛 甚至你就想说 干脆就出去就好 那表示你真的开始用功 那问题是你怎么办呢 只有一句话 我要跟着你的感觉走 你该做什么 还做什么 就不管他 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想法 开始用功的时候 它会变得更强烈 如果你说你修行 好像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那表示你没有在修行 你就是过去的老样子 你以前是怎么样 现在还是怎么样 只是说你这段时间 多了一点善业的力量 积极一点善业 你根本对五印的五着力量 没有对峙 一个人要对峙 他一定会先有烦恼的反弹 所以你看打佛极的人 越打烦恼越重 这个都是有在用功 因为他把烦恼逼出来 问题是你逼出来以后 你怎么办 第一个 你要怎么安住你的心 烦恼一直在干扰你 他告诉你很多事情 他给你很多信息 你怎么办 迎合阴住迎合相互齐行 所以这句话很好 念念照常理 心心习患诚 骗官诸法性 无假意无诚 第一个 依止不生辩性 不要跟着你的感觉走 不能拜 要他拜 然后呢 你观想这个是虚妄 开始对着他 破坏他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乐言经 第一个一 第二个玄 这两个字 你把它参透了 你大概就有资格开始修行 我们看影二的 以意合法 前面是一个讲到修行的观念 这以下以辟欲 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一个浅显的辟欲 来合我们仿妄归真的 这么圣妙的道理 我们看佛陀长出什么辟欲 如沉索水 除以浸气 浸身不动 沙土自成 清水现前 名为出福克成烦恼 气你存水 名为永断根本无名 名相精准 一切变现 无为烦恼 结合涅槃清净妙的 这个地方包括了调服烦恼 跟断除烦恼 这两件事情 我们先看调服 如沉浊水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盆 很污浊的水 这个水有五成的泥土 从上到下 有五成的污浊 那么这五成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它澄清 要把它澄清一下 这个污浊水不能用啊 喝也不行啊 洗也不行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怎么让它澄清呢 除以浸气 你要把这个水呢 你不要一天到晚去动它 放在一个 寂静不动的容器 先找到一个 安定的容器 把这个污浊的水放下去 那么放久了以后呢 浸身不动 就是这个寂静的力量强了以后呢 这个水就不动了 这偶像是说呢 浸身不动就是官横立身 就是我们开始遇到什么事情 回光缓照 你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开始不被这个五应的作用开始明火了 开始去照料我们生命的根源 开始不迷不举不动 那么久了以后呢 沙土制成 这个污浊的泥沙啊 这种泥土啊 慢慢沉淀下来 这个地方欧一大师讲 炎浮五柱的烦恼 烦恼浮住了 不动 那么这个时候沙土沉淀以后呢 清水陷潜 清净的水陷潜 这个地方是真理陷潜 恶空真理陷潜 名为出福课程烦恼 这个就叫做辅助了整个课程烦恼 这个地方欧一大师说呢 课程烦恼包括了断除戒内的见识 也包括辅助戒外的无名 皆为在言教的实性满性 叫做调伏烦恼 那么刚开始是先从调伏 那么先看第二段 接下来 弃你存谁 那么前面我们透过不迷不取不动 把这个泥土沉淀下来了以后呢 接下来呢 把下面的污泥的水把它拿掉 这个时候呢 永断根本无名 这个污泥啊 再怎么动都没关系 你那个时候要看你要怎么动 东去西去都可以了 这个时候言教初处啊 乃至于到妙节的火果 都叫做永断根本无名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身心世界是什么相貌呢 这一下佛陀讲出两个相貌 第一个明相精存 这个因为他泥土拿掉了嘛 他怎么动都可以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他依止的是一种 法性的五印身心 他内心当中通满了清净光明 自受用 叫做明相精存 那么他受用呢 一切变现 那么这个菩萨 随着他身心世界的种种的悲愿 他能够变现一切 死法界的五印呢 千江游水千江夜 来到众生的世界来度化众生 一方面有自受用 一方面有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 那么不管怎么样呢 总而言之不为烦恼 结合涅槃清净妙的 那么他的身心世界 不再被五印的烦恼所干扰 而所作所为 都合乎藏了我尽的涅槃的四种功能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辟语就很清楚了 我们前面讲说 一指不胜灭心 来显转希望 那么下手处就是这个四个字 静声不动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时 楞言经不强调 断烦恼 因为这个烦恼是五印升起的 而五印的本性 就是清净本性 你把五印断了 清净本性也就断灭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静声不动 我们看这个辟语是很妙 你看它一个污浊的水 我都没有叫你说 加上什么清洁器 干什么 加上有的没的 反正你就是把它不动就好 刚开始你就是 心肠绝躁不遂旺转 就是先求不动 再求水眼 这个很重要 你看一个初学者 他就很多理想要做这做那 那你主持道德是不同意 就是你这个水要先不动 你要能够先念念照常理 安住不动 让整个五印的烦恼像先沉淀下来 直接就不动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 把整个我们修行的依止处 所谓的依不生命心为本修因 找到以后 在不生命心里面住下来 然后安住不动 这个是整个在修守能源 撒妹的第一个重点 我们看第二段 因审祥烦恼根本 那么本经当中讲到 修能源指观有两种道权基础 第一个审查因地化性 前面讲过了 第二个就是审祥烦恼根本 那么就是说 当我们心开始安住在一念心性不动的时候 接下来你要好好地去详细地去观察 烦恼的根本 到底它是什么相貌 第二个它的处所在哪里 分二 一总欠审详 第二个正式审详 先一个龙总的劝勉 我们要好好地去详细地审查 这个烦恼的根本 我们看经文 第二议则 如等必义花菩提心 以菩萨圣生大游蒙 决定去捐诸有为相 那么这个地方 等于是有一点成前起后 那么讲到第二种决定义 把前面的观念再重复一下 说阿兰 你们都是 我们都是化的菩提心 要修学菩萨道 而且对菩萨道 这么多的男行人行的种种的恨门 生起了勇猛心 丈夫自有 冲天自 不成佛道 是不修 那么这个当中 你已经真正地找到你的 生命的歇脚处 安住下来 已经舍弃的 一切有为之相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了 就是刚开始 修行第一件事情 先把心安住下来 先找到你心中的家 那么找到家以后 接下来干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就清楚了 应当审想烦恼根本 此无始来 发业论生 谁做谁受 阿兰 如修福底 若不审观烦恼根本 则不能致希望根成 何处颠倒 处上不知 因何相互 其如来位 那么当我们 心安住以后 你接下来 你要好好地 去详细地去审查 我们整个烦恼的根本 是什么 这个烦恼的根本 这里要讲出两个 第一个是 无始生始以来 发业的烦恼 跟论生的烦恼 这两种 那么这两种 到底 你要好好地审查什么呢 是谁做 谁受 这个做 就是讲因地 这个因地 是谁来造作 那么结果 又是谁来领受 做者是谁 受者是谁 提出这个问题 那佛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 佛陀以下讲出一个理由 说 阿难 因为你今天要修学的是一种 无上菩提 你的结果是无上菩提 那么在因地的时候 假设一开始 不能够去审查 烦恼修学的根本 那你就不能了知 在我们身心世界当中 那个根层的交互作用 六根接触六层 产生种种的烦恼 这个烦恼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活动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 假设你连烦恼的处所都不知道 你要怎么调伏它 怎么样成就如来的果位 说你现在有很多的精队 很多的法宝 要对视烦恼 但是烦恼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去调伏它 这个地方这段经文讲述的两个重点 等于是一个总标 第一个 谁做谁受 烦恼在哪里 后面会讲到 其实就在六根当中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烦恼是什么相貌 这个本经讲到两个 第一个 发言烦恼跟论生烦恼 我们简单讲一下 其实这两个烦恼 都是以攀岩心做根本 就是向外攀岩 只是说它的一个维系跟初血 那么维系的呢 就是所谓的发业烦恼 就是它有发动业力的功能 这个就是在十二亿言当中的 第一支所谓的无名 也就是我们心中的我执跟法执 我执跟法执很多人可能不懂 简单的讲 维世杰讲一句话很简单的 就是有所得的信 就是我们总是觉得 外在总是有好的东西可以让我们追求 所以我们就会想要说 真如就不喜欢守住它的本位 真如不守自信 就喜欢向外面动 所以你为什么向外面动呢 因为你总是觉得 外面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去追求 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有所得 这个就是我执跟法执 那么你这样有所得的那一件迷情 就造成了发跃烦恼 其次呢 当烦恼把业力创造出来以后 必须有一个润身的烦恼 润身 这个身又是有成熟的意思 把这个已经造作的散热业力 把它成熟成一个有得果报力量的种子 我们造很多业力 来生不一定得果报 不一定 你要去滋论它 那么是谁来滋论这个业力呢 就在蛇蝴园当中的爱渠 我们对于三倦种种的爱渠 就把这个第八诗当中有落的业种子 加以滋论 而变成是一种瘦身的力量 所以我们在三倦当中投胎 要有两种烦恼 第一个 发跃 你过去有一种有所得的心 发动的善恶的业力 第二个 你对三倦果报 要很喜欢这个三倦果报 你才会把这个业力把它吃 就像这个种子 你有种子你不能吃水果 你要把它施肥 浇水去滋论它 那么滋论正是我们的爱情 一般来说 你看禅宗跟净土宗对烦恼的态度不太一样 禅宗的对峙 他直接针对这个发业污蔑 你从什么地方来 他破坏那个有所得心 那个我法二手 净土宗他比较对峙爱情 你看净土宗 特别是阴光大师 比较末流的 明末以后的净土大师 很少提空性的道理 比如说你因为爱情 没关系 不妨碍往胜 你把对三倦的爱情 转成对净土的爱情 就放个方向 就是你那个心 感情改变一下 同样的感情 你看净土宗他要花园 他要有所得 有所住 当然净土宗他所住的是来神 他是把心住在净土 我今站坐说佛克 不久连时会上来 这是不同的感情 因为他是透过一种对阿弥陀佛的一心闺蜜 而构成感应道教嘛 所以他这两个是不太一样 净土宗他比较偏重在爱曲的转变 禅宗比较重在对峙心中的有所得 总而言之这两个都是属于心中的一个 在六根当中的两种的攀岩心 一个是维系的发跃烦恼 魔法二职 一个是初浅的心中有一种爱曲的攀岩 那么这两种烦恼都保存在我们六根门头当中 不断的活动 这个你应该要清楚的 这一段是讲这个意思 好 我们看奎二的正式审详 前面是一个总说 这一下就正当的指示 应该怎么样去详细的审查 烦恼的根本跟到烦恼的活动处所 我们先看佛多先讲一个批语 执一 第一 阿难 如观世间解结之人 不见所结 银河之结 不闻虚空 被辱挥裂 何以故 空无形象 无解结故 佛多说阿难 比方说 佛多讲出一个世间上容易了解的比喻说 解结之人 所以有一个人在生死上打了一个结 要其他人把这个结解开来 那么不见所结 如果说这个解结之人 根本不知道这个神子的结到底解在哪里 银河之结 他又怎么能够把这个神子的结解开来呢 他连结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解开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人听说过 西空被辱挥裂 说西空被谁破坏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西空是无形无相的 既然西空是没有形象的 那又怎么能够成就结 又怎么能够去解开呢 连结都没有怎么解开呢 这个意思到底要讲什么 为什么把西空也讲进来 我们前面 安住在不生命的本性 不生命的本性你不用修 他一种西空没有结嘛 你安住西空没有 你安住在不生命的本性 你到底是对峙谁 你不是对峙你的信心 因为你信心没有必要对峙 就是你这个时候去看看你外面的那些 这六根呢 开始向外去看你六根 产生了种种的结 当然后面或者我讲我们每一个根都有六种结 动静根层空灭 那么这个到后面会说明 那么也就是说呢 其实心性是没有结 但是结是在你的六根当中 你要去对峙的是六根 所以安住心性 但是你真正的战场是在六根 你的对峙的烦恼是在六根 这个要清楚 安住的地方是安住 安住归安住 就像我们今天呢 我们住在这个家 但是我们工作环境有工作的环境 那你要注意你的工作环境 但是你也要住在你的家 家归家 工作室归工作室 那这个地方也讲到 安住归安住 对峙的处所归对峙的处所 这个要清楚 理事要分清楚 理上是安住心性 在事上呢 在六根对峙 好 那么这个观念清楚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往下讲了 指二事法 前面是批语的这一下 详细的指示 他所绣的法门 这一下两段 第一个 尾事颠倒处所 何所结义 也有个正欠详者 降伏何之结义 先看第一段 那么先尾事 先详细的指示 众生的颠倒处所 这个颠倒就是烦恼 烦恼的处所 何前面呢 这个是个神子的 这个结的批语 这下分两段 第一个 总是结根 第二个别是结相 先隆总的解释 这六根的结 这个结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经文就清楚了 正如现前 眼耳鼻舌及一身心 六位贼眉 至结家宝 由此无始 众生世界 生残不顾 一次期间不能超越 那么到底这个结 神子的结到底是结在哪里呢 这个烦恼到底是在哪里活动的呢 我都直接讲出来了 就在我们的身心世界当中 眼耳鼻舌身意 这个六根门头当中 所以 银河应住 住在心心 银河降伏其心 就在六根中降伏 这个要清楚 这个观念要很清楚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六为贼眉 至结家宝 六根是一个贼的一个眉界 什么叫眉界呢 我们解释一下 这段古人说 六层是外界 你看色身相会触合 一定到晚诱惑我们 干扰我们 这个叫外贼 我们的六事是内贼 产生很多的希望分别 那么六根刚好积在中间 是内贼跟外贼的一个眉界 内贼通于外贼 要是没有六根做中间的话 没有做六根的这个眉界的话 他们两个不会在一起的 所以本经在讲二十五言通 他特别重视六根门头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刚好居在内外的中间 外面是六层 里面是六四 六根刚好是在中间 所以所有的烦恼都在六根里面活动 所以你把六根控制好了 内外全部安定 所以他是一个贼的一个眉界 那么他的功能是什么呢 字节加薄 因为六根的作用 破坏心性当中的本具功德 不能显现 所以由此六根门头的练练的续放分别 产生发业论生两种无名 使令我们众生世界 这个众生世界指的是震报 是友情众生的六根当中 产生的残浮 这个残浮就是前面说的发业烦恼跟论生烦恼 我们开始在六根当中被两种烦恼所欺负 而对于外在的气势间 这个气势间指的是六层 外在的六层 那么就不能超越了 因为从今以后 眼根就不能超越色层 耳根不能超越深层 来自意根不能超越发串 这个六根 偶尔大师讲出一句话来形容六根 所以这个六根 弥之者为六贼 物之者为良民 所以你的六根 你说那我从一开始眼睛都不看了 耳朵也不听了 那你也玩了 不是这个意思 你该看还是要看 该听还是要听 但是你就是 观照力要陷阱 不是叫你不要看 你从今以后 你就买两个耳塞 把耳朵塞起来 你不是在修那眼睛 你是在入无想 所以他这个地方的意思 在那个弦 我们前面是什么 转 要转外境 不要被他所转 观照力陷阱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古德讲一句话说 若人无心于万物 何谎万物常围绕 重点不是外境 重点也不是你内在的六四 重点是你那个中间的六根 你在六根当中 观照力下陷阱 六根 所以他这个地方 无心于外境 就是说无心道人 你看那个教官法师 他讲那眼睛 他就讲了一句话不错 他说舍事用根 这个句话很重要 不要用你的想象 用你的吃就好 六根的吃 所以我们遇到事情 知道 但是不要想象 知道就好 就像镜子一样 知道 但是他走的时候 心中没有留下痕迹 舍事用根 你看经典上有时候 供养十方诸佛 你比不上供养一个无心道人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说 十方诸佛还是一个外在的丞相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内心当中能够一种 升起一种无心的观照 这才是真实的功德 当然这句话有一点鼓励大家要回观缓照的意思 那么回观缓照到底是造什么呢 就在六根当中 回观缓照 这个地方讲出他的一个修行的处所 这一下我们看别是结相 个别解释六根的这个升级这个结的相状 分两段 第一个是耶众生世界以名望述 第二个耶世界望述以利六根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耶众生世界以名望述 要来迎合名为众生世界 那么因为众生世界是耶者 众生世界是有情众生来说明这个六根当中的 虚妄的功能数目 那什么叫做众生世界呢 是有情众生所形成的世界呢 先提出这个问 这个地方跟六根是有关系的 我们看经文就清楚了 四位千流 界位方位 如今当之东西南北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上下为界 过去未来现在为是 方位有时 流速有山 一切众生之望向尘 身中貌尖 世界向射 那么这个地方提出啊 就是众生的世界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是指的是时间下 过去 现在 未来 当中呢 讲到的这三世是千流变化的 因为过去 现在 未来它不是静态 它动态 所以我们的时间向是动态 你说现在 什么叫现在 你讲现在的时候 那个向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个四是千流向 界 这个界是空间向 是指的 我们所安住的方向跟位置 空间向 空间向有哪些呢 你应该当知空间向有十种空间 东西 南北 东南 西南 东北 西北 上下 这个叫做界 我们所安住的方位 那么过去未来 现在这个叫做是 这种时间 所以方向有时 时间有三 那么一切终生呢 都是依止能言的心 其攀言所言的静 心境交互的作用 而产生的身心世界 所以身中冒迁 既有了这个射身以后 我们就必须有世界的存在 这个射身就开始迁流变化 而形成时间之下 那么即使射身呢 也有前后左右的差别 那么以及种种的转化变化 而成为空间向 为什么说空间是变化呢 时间是变化我们很清楚 空间也是变化 你看你 你一下子在左边 这个东西本来在你的左边 你下了课以后 它变成在你的右边 你跑来跑去的时候 这个前后左右 也是改来改去的 所以时间向空间向 都是不断的变化 叫做身中冒迁 这构成了世界相色 所以是根界这时间向空间向 两者互相的射入 而构成了一个时空的相状 我们看总结的地方 而此戒信 色虽十方 定位可明 事件子目 东西南北 上下无畏 中无定方 事述必明 疑似相色 三四四三 婉转十二 流变三叠 一十百千 然而这个十方的世界的体现 它方位虽然是有十种之多 但是它事实上比较明确的定位 事件上一般来说 只有旧的东西南北 其实十个方位主要会归起来 就是东西南北 就是我们讲前后左右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下无畏 因为上下两种方位是没有决定位置的 你说桌子在地板的上方 桌子是上吗 也未必啊 你就坐在桌子的上方 天空又在你的上方 所以这个上下的方位是不决定的 而中间也没有一定的处所 也没有所谓的中间 也变来变去的 所以在方位当中 只有东西南北这四个数目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我们起空间起四 一二三四的四 那时间起三 所以空间的四跟时间的三 构成一个三四的相貌 或者四三的相貌 总而言之晚转十二 不管是三四不管是三三 都是形成一个十二的数目 那么这十二数目经过流变三叠 经过三重的变化 就构成了一石百千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古德解释很多了 但是解释得非常非常复杂 我们根据偶尼大致解释就很清楚 这个三叠 第一叠 就是三四 过去圈在未来 你有一个色身 一定有所谓的过去圈在未来 一定有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东西南北 那么三四就是一十二了 第一叠就构成十二数 第二叠 偶尼大师说 在十二数当中 每一个十空都有礼记十法界 礼记十法界的相状 这是第二叠的 这个十二乘以十法界就120了 第二叠被120 那么每一个法界当中呢 又记住了四双法界又乘以十 120再乘以十 这一千两百 一千两百呢 一十百千 他只是取一个大概 应该是准确的说一千两百 那他这个地方讲一十百千是大概的数目 第一叠是三四乘以十二变一叠 第二叠呢 每一个数又包括了使法界 礼记十法界就变120了 120再有一个四双使法界 就一千两百 这构成我们每一个色身当中 有一千两百个数目 所以偶尼大师说 这段经文当然主要的观念讲 十四古今始终不离当年 你一念心性 记住的过去现在未来 记住整个十空相都在你念 那么佛陀讲这个世间相 空间相是干什么呢 下一段就清楚了 看毛二 耶世界旺数以利六根 那么前面讲到世界的旺数有一千两百 那么来分别的说明六根所记住的功能 来选择你的言通本根 是这个意思 分两段 第一段呢 民信本言容 第二个 用分优劣 那么信本言容先讲到六根的体性是言容的 本经文 总挂始终六根之终 各个功德有千二百 这个前面的世界 它的十 十指的是什么 第一叠叫做十 就是十二书 终第三叠一千两百 那么整个第一叠第二叠第三叠 这整个始终当中 六根的体性 其实是每一根做记住一千两百功德 都是圆满的 都是圆通厂的 圆满就是圆通厂 再看第二段 用分优劣 但是在作用上呢 就这说佛世界的音语来说 底切六根的功能有差别 第一段是总明 第二个别是 看总明 阿兰如赴一种克定优劣 那么你应该在六根当中去选择一个六根的功德的优劣 来当作你一个修行的一个所观景 这个信中颜容 用中分成优劣 偶尔大师举一个屁育 他说有六个人 在夜晚中上步 六个人同时看夜量 六个人都看到夜量的前提 这个叫做信本颜容 每个人看到夜量的前提 没有一个切切黄 六个人看夜量都得到夜量 但是因为心中的妄想不同 对夜量的解读不同 就产生不同的想象 不同的看法 就产生六根的差别 我们一般来说一念心性 向外发展就是六根 你所有对外的活动都要通过这六根门 整天六根门其实功能不太一样 你看我们用眼睛看东西 你很容易疲惫 所以我们净土中不强调观像念佛 因为你做不理 你一看佛像看一个小时 你就完蛋了 你休息三四个小时 但是你用耳根听 你越听 内心精神越好 越养神 所以这个修行的确要选择一个 沿通的本根 因为这个六根 跟我们娑婆世界的过去的业力 它的功能第一个 它是不是周遍圆满 它功能是不是持久 你就要选择选择 因为我们说 我们安住的点是心性 对视烦恼在六根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同时面对六根 那你怎么修行呢 你一定要在六根当中再怎么样 再检别一下 到底哪一根是你的下手处 那么下一堂课我们就详细说明 六根当中 到底哪一根 才是一个最好的修行的处所 下一堂课会讲清楚 那么在能源经它的道歉基础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第一个 你的心要安住在什么地方 第二个 你对视烦恼的处所在哪里 这两个 比方说你今天 你睡觉的地方在哪里 你工作的地方在哪里 你要很清楚 你安住的地方在哪里 你对视烦恼处所在哪里 这两个重点 银河阴柱 银河相互其心 银河阴柱我们前面讲很清楚的 那你到底这些攀岩心的烦恼到底 在哪一个地方是你下手的对筑的处所 我们下一堂课再详细地说明 好 我们今天上到这里 向下文长 不再来日 回向